身陷蓝结英性侵事件的曾志伟 后有模特界娇母韩英华 尽追不舍 外界对此事也是保持很高的关注 曾志伟已经召开记者招待会 明确表明传闻虚假 韩英华 蓝结英所述并不属实 事件发生到现在 即谭永林之后又一位 大吉人物任达华出来声援曾志伟 任达华表示 我相信志伟 她很尊重女性 在娱乐圈她都很乐意帮着朋友 总之我认为她是好人 曾志伟事件到现在 已经有歌坛前辈谭永林 知名导演雷剑混加上现在的影视剧星 任达华向后声援曾志伟 表示相信曾志伟为人 曾志伟在娱乐圈的江湖地位 究竟有多深 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出面 在TVB曾志伟 绝对是大哥大级别的存在 TVB老板陈国强 就是曾志伟的交情很深的朋友 当年陈国强刚入主吴县 曾志伟为其忙前忙后 帮忙去约一线艺人 千回之前出走的明星艺人 甚至还未无限于香港电视 就免费拍照仪式 两位插刀 高呼团结 可以说是亲力亲力 像TVB的半个老板 曾志伟在60岁生日时 TVB在湾仔会议 展览中心好百六十位 可以说全公司出动 为其庆祝生日 在TVB 曾志伟是第一个 享受这种福利的人 张学友 谭永龄现唱生日歌 这等待遇绝对是头一个 曾志伟的父亲 曾启荣是黑白通吃的香港前警长 后来逃往台湾 当时可以算是全清香港 被人起绰号 曾咪扎 英文 Major 而在曾启荣之前的香港探长 吕乐 被人称为 武艺探长 是香港黑社会制度与金属合作的创始人 吕乐和曾启荣晚年的时候 经常在台北一起喝茶打台 回忆往年 早前香港的黑社会 把持住所有电影娱乐拍摄 而之后台湾也一度超过了香港与大老门逃往台湾不无关系 刘德华曾竟拍摄的武艺探长 雷诺传说的就是吕乐本人 而这次对于曾志伟的声援 基本上也都多通属于层系成员 朱延平就是那位曾搭档宁财神 拍摄大笑江湖的台湾导演 任达华所谓的任正 曾志伟 是好人 非常尊重女性 网友发现任达华的父亲是一个警察 曾经是曾启荣的手下 任达华进入无线电视艺人训练班 一直是曾志伟带着他 任所谓的声明你懂得 当年香港两位大哥 拿渣和福头都与香港警署有联系 在这两位大佬之前的国豪被香港连阵公署打击后 这两位大佬基本上就控制了香港 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山好准一些 这两位大佬身后就是与新一安 14K定足的和圣和 不过曾经14K的大佬陈桂宁 并不怎么相信是强奸 更多想说后面 可能有一些交易什么的 蓝结应跟记者透露的在新加坡被精神状态 不对的曾志伟半夜谈剧本 那段时间曾志伟和邓翠文在新加坡 还设心与心愿 另外一位香港大佬邓光荣 可能很多瓜友对他不怎么了解 张国荣演的《阿飞正传》就是他兼致的 另外刘德华在90年代 被人用枪指住脑袋开戏的人就是邓光荣 圈内的人基本上都认可他说的话 当初更是在肥肥追到会上 支柱正少求马他没有尽的父亲责任 在卓尾把当初采访蓝结应的视频放出来之后 没多久这段视频就被删除了 曾志伟在记者招待会上 声称性侵蓝结应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 尊重女性是自己的原则 愿意接受任何调查 而对于某位韩女士的爆料 她也称自己即将提起诉讼 希望大家可以停止散播不实传言 还说接受任何调查 小圈想说没有了原告 随便你怎么讲卡 不过对此 韩影花火速在微博回应 她承认